我们现在人在日本的黑门市场 我们打算这个地方就是无预算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然后看看这种吃法的话 在黑门市场我们两个人吃一顿 大概要花多少钱 这就是我们本次第一个想吃的 是河豚刺身 它这个小的话是1700日币 然后它已经骗好了 怕这个日本人的英语比韩国人英语好很多 我们在这边至少英语沟通没有问题 这就是一个打破一个刻板印象 都说日本英语不好 其实日本英语挺好的 切得很薄发现了吧 长这样 然后我觉得这东西也不要多吃 就尝尝鲜就行了 你吃多了就你懂的 沾了醋 元气满满 有没有元气满满 很新鲜很新鲜 然后这个河豚鱼肉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我甚至都没有尝到什么鱼肉的味道 有点章鱼的感觉说实话 不过我们这样吃真的好 我们是空腹 第一顿吃河豚 认真的吗 它皮很韧 叫海蛇皮的感觉 对很海蛇皮 但是比那个韧 这是我们选择的第二家 烤海鲜 我们大概点了一堆东西 就是这个是我们点的 然后老板很好 老板可以说中文 对我们这种日文零基础的人来说 就非常有帮助 不是老板 未来的老板 可以说中文 快选老板 快选老板 这个新来的 我们先录新来的 长这样 有余虚 这下头我觉得这个最好吃 这个也很好吃 然后它 他们仨不错 这两个就一般般 现在我们决定吃蟹腿 拿着最大的 拿一块 长这样 我觉得这个酱油 我在侠里我没吃过 好像日本特有的 就是一种 橘子味特别重的酱油 这橘子酱油 它特别配这个蟹 一口吃进去之后 是橘子的清香 很清香 因为这个蟹 老实讲 它没有特别多的味道 但是加上这个酱之后 就给它多了一个味道 在里面 反正这种蟹 所以我在其他国家 没吃过 说实话 就是我第一次吃 也是第一次在日本吃这个蟹 五分熟和牛的口感 就是说很好吃 很好吃 但不是那么好吃 明白我的意思吗 OK我们这次吃好了 吃了三家店 因为我们今天还要吃其他的地方 我们今天大概要吃一天 所以说也就 也就差不多 在黑门市场这边 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一个共识15,200日币 其实吃的东西还行 就吃的其实都是好东西嘛 但是价钱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点小贵的 说实话 OK现在我们人在倒顿库 然后来到这边呢 主要是为了吃一些大阪当地有名的东西 它这个 现在有很多中餐在这边 夜火烧烤 然后这边就是倒顿库的样子 这是它白天的样子 晚上应该比这热闹很多 大家平常看那种霓虹的样子 就是晚上的样子 白天还有点像 像韩国的什么洞什么洞 对不对 我这次来韩国和日本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总是很饿 我总是想吃东西 我是不是在印度待的太久了 我就看到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都想吃 我特别想吃 Ain inside please 我们要了一个四色的 然后七板 这个还挺便宜的 比我们之前在黑门市场吃的便宜多了 然后下面是不许说话的 所以说我们在上面吃 这家是大阪整个城市最牛逼的大阪烧 它No.1 然后我过来尝一下 这家大阪烧到底味道怎么样 对于这个日本媒体报道 大阪几乎每个家庭 几乎每个家庭 都有一个做这个章鱼丸子的器皿 所以说可见这个东西在大阪 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在大阪这个城市至少是 城市级的美食 这里面就是面 看到了 然后有一个特爱的章鱼须 这么迷迷 好吃 吃好了 出来了 日本人真的超爱吃大阪烧 他问那个仗具烧 我们哪个大阪烧 这个大家生意真的好的暴露 一不觉 已经开始排队了 印度的歌真的好可爱 不是印度的歌 我一会大阪烧 一会印度的歌我是疯了吧 这个超级有名的饺子店 大阪王酱啊 来的人都应该尝一下 他这是兄弟两个人开的 后来兄弟两个开好了之后 不知道怎么就分家了 一个是大阪王酱 一个叫饺子王酱我记得 本着这个一吃到底的原则 于是想过来再尝上饺子 我靠我真的有点吃不下了 我怎么跟他说啊 拍张照片拿手机 然后直接给他看好了 吃不动了 大阪的好吃的太多了 说实话 因为我们待的时间很短 我们就只有两天的时间 然后今天主要负责吃 明天负责玩 然后这一天时间 要把我们想吃的都吃掉 真的压力特别大 我觉得 我在印度减肥啊 真的是减了十多斤 很不容易的 然后大阪这一天全吃回来了 照烧酱 然后饺子是这种小饺子 日本的饺子就是尖饺 很少水饺 比一下它大小 跟一口一样的 差不多 没什么花朽的 像猪肉和白菜的 这个饺子上午要休息一下了 我连吃了好几个小时了 哇那些吃播的播主 我觉得好佩服他们 好不容易啊 就是来大阪必来的地方啊 啥也不说了 新宅桥 一句废话都没有 大家看就完了 隔壁高 大阪我来了 嘿嘿 兴奋超级开心 你就要跟他合影 其实正常都是 晚上是要我更好 但我等不到晚上了 我就想现在合一个 晚上我再合一个 喝两个 我现在在这个西南条这边 非常有名的一条商场街 老实讲 日本这个地儿 给人感觉就是 建筑物不是很新 但是呢 却保养的非常非常的好 给人一种 很有老钱的感觉 就是感觉这个国家 好像是富裕发达了好长时间 日本人其实蛮自信的 但这种自信 不需要去体现出那种 所谓的张扬 才能感觉出来的那种自信 就是很内敛的一种自信 这个地儿感觉 还是挺有一种生活欲望的 想让人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感觉 华东初上夜幕降临了 现在这条街热闹起来了 比我们下午来的时候热闹好多 给你们看我们这包里装的啥 装了两瓶水 看到了吗 空瓶子 找不到垃圾桶没地方扔 一直背着背到现在 服了简直 我真的是超喜欢东亚国家旅行的 比我之前在欧美国家已经包括在印度旅行好太多了 那个体面 首先就是安全 然后又像日本这种城市 你可以随便走 就是你多晚去多偏僻的地方 其实都没事 质量真的非常好 真的就是中日韩啊 旅游中日韩体验真的是最好拉满 包括新加坡也是 就是体验真的是拉满super 但当然了 收视率也是最惨的 我现在往任天堂方向去 这是我来大满这次非常重要的一项事情 就是去任天堂总部买我缺少的那个amiibo 到了我到了我到任天堂了任天堂任天堂我到了 先合个影 先打卡合个影 哇 他有这个 这个现在你买不到了 就这个是画册的 我好想买一本 多少钱 3300日币 可以考虑 稍微点沉 这款amiibo我有了已经 我要短头发的那款 我有这款amiibo 有点不太开心了 我有点不太开心了 就差一款就是买不到 那款amiibo美国有很多的 日本就是没有 哦 我真的好气啊